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肖宝石 其实这行是三代可以这么说的 我的阿公传给爸爸然后到我 在牙龙的时候是我爸爸跟他哥哥他们做 后来我读完书了我就真的借手做 在牙龙我也做了一个实习 后来我就自己飘出来 在这边找了一个蛋糕来做 那我在这里是做了12年 我本身在这里做了12年 我们以前在牙龙是卖好像很古早的味道 就是很普通的瘦肉 虾 鱼饼这样的 后来因为跟这时代的改变 就慢慢的改 创新 在很早几年前 我跟家人时常去吃 去吃海鲜馆吃 吃那个醉虾 那时很流行 像醉虾啦 白酌鲜虾 管都很喜欢的嘛 吃了我就觉得 哇这个虾很新鲜嘛 口感完全跟这种普通虾完全不一样 后来我自己出来做了卖虾面 我就想 诶 为什么我自己不演这个活虾来卖 我自己串心一下 这样我就自己这样串起来 活虾 它新鲜 可口 它的味道很新鲜 美味 可口 它的肉很甜 QQ 很自然的 你吃了会感觉完全跟那种 普通的那种冰冻虾巴上买的虾 完全是不一样 差很远的 所以通常一般上喜欢吃虾的人 他们吃了就会知道说 哇 这个很特别的 很好吃喔 就会回来了 每天玩的 我的虾 会偶尔会说一两次会剩 也不会多 如果有剩 我就是打包给 佐林优胜的朋友吃啦 因为明天还有新的来 又新的 新鲜的这样 如果你觉得很残忍喔 你又很想吃 那你就跟我讲 我就把它打麻醉药给它睡觉 然后我再拿来煮喔 不要直接活跳跳跟你煮啦 不过你要等 要等一段时间啦 这样 那种汤我们是用普通的那种虾 过了它的头 它的虾克去炒 炒到香香 还要放蒜头啦 一点虾米啦 这些 炒到它香出味啦 然后那个汤水你要放那个猪骨 大骨 丢下去煮啦 然后跟虾克一起下去 丢下去煮 煮到它 大概三四个钟就可以 滚了 你就关小火啦 就给它这样滚 就可以出味就好 你自己每天有吃到你的火虾米吗 还是你 我 出处有 当然要吃 后来就不吃 为什么 因为皮肤不好 变成每次看人家吃 有时偶尔也偷吃啊 久久偷吃一下 全新加坡的我都去尝试 因为你要进步嘛 你要进步 你要知道人家怎么好 自己怎么不好 要去改嘛 一定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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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